還有另外一頭就是埃及 埃及也是個大苦主 因為現在打到了這個拉法 接下來難民退無可退 就是埃及啦 要不然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埃及築起了圍牆 所以這個東西 跟埃及之怒有關嘛 因為美國嘴巴說不要打 但是他也沒有阻止 還在給一些援助 所以埃及外交部講 當然這個埃及加入金磚 所以也是要去美元 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是一個 埃及的一種 另外一種方式的一個表態 另外還有包括美國的傳統基金會 最近寫了一篇 特別告訴大家 有沒有 中國 中國正在贏得 鴻海之戰 鴻海之戰 中方可沒有參與 但是中國會贏 然後下一句更可怕 美國過去都說 自己是世界警察 但是美國這個世界警察 已經要退休了 所以這個美國傳統基金會 講的話跟魯拉一樣直白 好 我就讓介大使談一下 當然第一場戰爭 就是沒戲了 那接下來這個尾巴這個部分呢 尾巴這個部分 其實大戰還沒有停止 就準備打拉法的話 就是說已經打到最南邊了 從北邊開始往中間打到最南邊 現在拉法有140萬難民 他原來只有30萬人 所以那個多出來的那些人 都從北部被逃亂過來 所以現在退無可退了 他現在無處可逃啊 那問題以色列的意思 其實我們很早就提出來 他就是要把這些兩百 兩百三十萬的這個巴克斯坦 通通趕走啊 對不對 那就讓你從北趕到南 南再給你打回北 讓你無處可逃 最後你就心甘情願逃吧 那現在看起來 埃及就已經已經 他已經宣布了 他說你如果打拉法的話 這個埃及考慮廢除一九七九年 跟以色列簽的和平協議 一九七九年 這個是埃及跟以色列 合集的很重要的一個法律文件 那麼致死以後 埃及就跟以色列和解 事實上在之前 埃及是反對以色列建國的 他是站在阿拉伯兄弟的這一邊 他是保障阿拉伯人的 傳統的生存領域啊 是個英秀啊 結果結果因為打敗了嘛 沒辦法 連西奈半島都被拿走了 國土喪失很大 所以埃及最後就等於說是 半投降了 就承認以色列 然後呢也維持現狀 可是他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打拉法的話 我這個可能這個過去這個 我們那個平衡點就重新開始了 會怎麼做不知道 可是呢 而且呢 埃及現在最防的就是說 不要讓大批的難民進入埃及 所以他就修這個 修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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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牆 那以色列會不會打 事實上已經打了 他已經先轟炸過 而且造成一百多人死傷 都是大部分是平民 那他現在說 他又通知這邊拉法的醫院了 就顧忌從師 先通知醫院說 你們要趕快撤離 因為呢 你們這裡藏了很多哈馬斯 我們要攻擊你這個醫院 所以他還是一樣的打法 就跟巴西總統里拉講的話 他是針對 他是不分戰鬥人員 是跟婦女跟兒童的 就是說他是一種完全不分戰鬥跟分戰 就是要把你屠殺掉的意思嘛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以色列事實上的話 你說會改嗎不會改 最近他們通過了國會又通過一個 內閣在國會因為他內閣制 全國一致通過 怎麼樣 他們反對美國提出來 國際社會提出來的兩國論 他們反對 意思就是說根本不承認 這些巴勒斯坦人有建國的權利 他說根本就不承認 那不承認的話要不然你就歸順吧 你不歸順你還跟我搗蛋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消滅 然後消滅的過程中能夠趕出去 那就趕出去 那這個可不是說以色列難道不知道 這場戰爭是要長期戰爭 老早就講這是一場長期戰爭 他也很清楚啊 你以色列你美國在那邊叫 有什麼用 歐盟在那邊叫有什麼用 歐盟前一陣子不是才通過一個法案嗎 三年五百億歐元 你要以色列不打不殺人的話 你就不要給他錢嘛 你不要給他武器他就不殺了 嘴巴上說你不要殺不要開殺戒 可是呢你私底下又給他飛彈 又給他這些火藥 又給他槍 這也是我想問介大使的 所以埃及是個大苦主嘛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埃及這個加入金磚 這個金磚要這個本幣對接去美元 這跟這是兩碼子似的 但你覺得呢 中間有沒有一絲一縷是有一點點邏輯的思考的 其實現在大部分就是說美元被作為武器化以後 潛在的美國敵人 大家都要趕快去美元 把手上這些美元能夠拋掉是最好的 因為這個美國國內也講說拜登政府犯的最大的錯誤 就是把美元武器化 讓所有手上有美元資產的人都會怎麼 惶惶不可終日 你以為他不敢得罪美國嗎 他的選擇就是我不要用美元了 所以金磚現在事實上今年俄羅斯做這個輪資主席國 最大的最大一樣就是把去美元化 然後呢本幣交換跟另外非美元的這個貨幣交換機制把它建立起來 那今年會進展的很快 那這些國家說實在 沙烏地阿拉伯也進去了 埃及也進去了 這個索馬利亞 伊索皮亞這些國家他進去他不知道不是去 他難道不知道是要去搞去美元化的嗎 這是最具體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是美國自己犯的一個錯誤 不過就是講到這個傳統基金會這篇文章 我只能講我認為他的動機是什麼 他的動機很簡單 傳統基金會是美國最右派的共和黨 最保守的機構 他是共和黨中的共和黨 他今天就是說 他是指張罵懷 其實他是借中國的例子 來罵拜登的外交的失敗 也就是說你拜登的外交搞成這樣 你看美國的頭號敵人 中國大陸已經取代 這個美國成為世界警察了 那他不是再強調 中國成為世界警察 這件事情嚴重性 他是在指出來 拜登的外交政策失敗 讓美國淪落為今天的地位 讓中國的國際地位高漲到這個層 所以他們都是拿中國當作個說法 所以放在美國選舉的大背景之下 大家就知道了 對 某種助選文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給自己選擇 咬自然而為 有額外的奏 為何他們會遇到 我這裡有給你 «草川市民的不足